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2024年7月11日 来自美国东部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 在720反迫害25周年将临之际 汇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大游行 游行从国会大厦前的国家大草坪出发 途径多座美国联邦政府大楼 最后行进至靠近白宫的自由广场 陈善峰于2024年3月 从中国深圳穿越了9个国家 走线来到美国 他为了参加这次游行 早上5点从纽约出发 坐车5个小时到华盛顿DC 途中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游行 那您今天参加这个游行主要的感受是什么呢 忏悔 能详细说一说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迫害这么严重 陈善峰逆举了中国高中生胡新宇案例 胡新宇失踪一个月后被发现 但尸体内脏被掏空 但是警方却说他是自杀 这个案件让中国老百姓体会到 法轮功学员说的 人体器官被活宅贩卖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非常严重和猖狂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 而且现在的情况日趋严重 在中国 每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 每天都在痛苦中受折磨 我觉得很对不起那些被屠杀的人 我没有帮助他们 我也没有站起来公开反抗 我来美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支持法轮功 在中国时 我想尽一份努力 但是我做不到 还没有发生 就可能被抓捕了 我来到美国 我可以尽情释放了 尽情的释放我的善良 尽情释放我的自由 我在美国能为法轮功做出点滴 我就死而无憾问心无愧了 也算给人生一个交代 如果说的更长远一点 就是给我的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中共20年三中群会 7月在北京召开 在此期间 大量访民涌入北京 向政府表达诉求 各地方政府纷纷结访抓人 被结访而遭拘留的访民家属痛批 中共利用信访制度 对百姓进行打压 难以想象 国家会把自己人民 当成敌对势力处理 中国不是人民民主专政 而是专人民的政 武警部队就是镇压人民的 共产党明知道这种腐败的政体 民怨鼎沸 但是有怨情也不能上访 上访就镇压你 89年六四屠杀学生 99年迫害善良群体法轮功 明知道错了也不平反 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能改正错误吗 厚颜无耻被人民所唾弃 被全世界耻笑 古人云 无心非 明为错 有心非 明为恶 共产党就是死猪不怕 开水烫的恶党 我坚决退出这臭名昭著的恶党 声明人杨熙怜 河北康隆泰在声明退出少先队中 也提到他的两次上访经历 一次是在省政府对面的广场 一次是去北京 两次都见证了共产党的残暴 被特警疯狂殴打 在省政府那次 一名上访者被打得耳朵往外流血 还被抓走 河北省退伍军人回家 因被强拆去北京上访 几次被抓 几次进看守所 让我更加了解共产党的邪恶 腐败 独裁 专制仇恶罪恋 现在我郑重声明 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团队组织 抹去邪恶兽印 与共产邪党彻底划清界限 声明人回归 共产党员群体 其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集体 当民众有冤前去上访 受到的是非法拘禁 沿路堵截 个别的是政府花钱买平安 然而所谓的各种审级市级优秀 都是凭事前虚假捏造的当案资料 所取得的成绩 这种党真的不应该再存在于事 我深刻认识到自己曾经入党的选择 是多大的错误 我自此郑重声明 坚决退出共产邪党 从获新生 声明人履历 重庆邮电大学的一名硕士毕业生 郭斌 曾因在大学期间为打工讨薪 被中共警察抓捕殴打 事后他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遭遇 却受到进一步的迫害 重庆邮电大学硕士毕业生郭斌 再度研究生之前打了一份暑假工 当时老板承诺15000元的薪水 却只给了1500元 为了讨薪 郭斌报了警 没想到隔天 老板竟然叫了一车警察把他带走了 警察不仅围殴他 又把他靠在居树椅上 用墙灯照射 甚至不允许上厕所 让他精神激进崩溃 所以我就有点你想象的那种阴影 就笼罩着你 你想不通这个事情为什么 你没有错 后来他把遭到的不公放到社交媒体上 却又被中共警察威胁 要把文件发到他的学校 影响校方对他的看法 这让他更加恐惧 也有可能会不会让我上学 有可能我的人生会毁掉 他持续骚扰我 就是我要受试你 那个受试在东北话里面 那可能就是我们可以给你施加酷刑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恐惧 他说究竟行事还是拘留 我们到时候再决定 他认为共产党能把一个大学生弄进监狱 那些因为信仰被关押 被活摘器官的黑幕 也不会是空穴来风 他郑重声明彻底跟中共断绝关系 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我从来没有入党 我入少先队是因为强制入 每个中国人必须得入 我入团实际上是因为我不想入团 他们强迫我入团 那今天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我将退出永远 与这个所谓的各种组织 没有任何的关联 我感觉是非常恶心 非常无耻的这样一种组织 我当然要跟它断绝关系 中共建政几十年 运动不断 治国无能 骇人有数 每次打压的都是中国人的精英 比如地主 资本家 知识分子 右派 89年六四那些敢于上书中央 反腐败的大学生 以及修心向善的法轮功 给中国的文化 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灾难 是真正祸国殃民的邪教组织 认清中共邪党的本性 坚决不以其为伍 声明退出中共 以及相关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留得一身清白 声明人 颜田云 陆运海 舒银海等14人 六四学生是先进的 为了民族的利益 发出呐喊 反对他们的不公平 反观倒 反腐败 结果被利益集团打压 还迫害修佛向善的法轮功群体 退出邪恶中共的团队组织 声明人 樊慧安 现如今三退大潮势不可挡 不论是体制内人员还是普通百姓 都纷纷加入三退大潮远离中共 退出中共一切组织保平安 身为一名公安辅警 我曾在中共的军队里 当过两年兵 期间深受恶党的思想毒害很深 免计轻轻就身患多种疾病 饱受病业之苦 天灭中共 善恶必保 是大法弟子告诉我们的天理 谁也改变不了 我们这些从出生 就生活在中共编造的谎言中的人 根本不懂这个天理 是法轮功学员反复给我们讲真相 才使我们认清中共邪恶本质 才有勇气 郑重声明 自愿退出中共邪党 及其付出组织 共青团 少先队 抹去兽印保平安 迎接人类新纪元 声明人闹闹 身在中共体制内的我 对中共的邪恶看得非常清楚 也明白了中共邪恶组织是毁灭人类的 因此发表三退声明 我要退出以前加入过的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 不能再为它这个邪恶的党输液了 它毁灭是一定的 不为它当陪葬品 声明人其后福 我们都是出国观光的 老百姓 在国外看到最多的 就是三退保平安的场面 其实在国内早就听说过这事 没想到在国外 会有那么多人在忙这事 看来这事都是真的 那资料和展牌 都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善恶必报这是天理 谁还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做中共的寻葬品 我们郑重声明退出少先队 期待着真正民主自由的中国早日到来 声明人明霞 美秀 慧珍等16人 到目前为止 已有4亿3000万中国人 退出中共党团队相关组织 我们相信随着更多中国人的觉醒 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现在是时间封锁 是时间封锁 它是時候結束了法蘭根的維持法蘭根 它是時候結束了中國人民的維持法蘭根 它是時候結束了世界最邪惡的維持法蘭根 我們一起努力 為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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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們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除了在新唐人電視台的大陸頻道 每週一 上午11點半 可以觀看我們的節目 在退黨.org網站和《乾淨世界》也會同步更新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乾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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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